我是你们的王 曾经的敌人 共同成为我的子民 我的功业将择批你的子孙 永远流传于世 我是银正 长平之阵后的第三年 因为赵国拒不纠割六座城池 此时神将白起已被今朝相王赐死 无奈下他只能派遣白起复将王和担任尚将军 率领三十万大军公罩 秦国兵器装备都是天下第一 赵孝成王赵丹浑然不惧 拒绝秦国割地的要求 报秦岂无太阵 他命将军把秦史从城头上扔上去摔死 王和早知道赵国难堪 秦国 传令手立刻跑马指挥 投石封队投石 中田 不 秦国投石车中田巨石 狠狠招邯郸的城头砸去 赵国士兵一边用盾牌抵挡 一边向下射箭还击 秦国巨石最远的甚至能砸到民居 大秦帝国第三部有这个特效 那不是起飞了吗 秦国长哥部队向前推动 一位校尉做出指挥 赵国弓箭手 刚刚做发射准备 已经为秦军的劲强射了一波 等他们箭语射出去时 早被秦国的封盾挡住了 双方人马你来我往展 的疯狂还击 转瞬间秦军已经突袭到护城河周围 他们搭着梯子向前双锋 结果大部分人直接掉进了陷阱里 许多小倒霉当场被竹牌刺死 赵军跟着放出火箭 到我瞬间吞噬了坑里的秦国瑞士生命 在赵国监狱的猛烈射击之下 秦国第一波士兵只能倒退 秦军一个飞魔钉在墙上 而后大家展开配合 举下的士兵拉起竹梯 其余的瑞士趴在竹梯上 在竹梯落在城头的一瞬间 他们如虎扑狼月扑向赵军 然而赵军也是蒸蒸铁骨 使用巨石弓箭阻止秦军靠近 秦军推动林车 接近赵国城墙 这可是先秦时期第一攻城利器 随着林车桥梁架在邯郸城头 大批瑞士扑向赵军 赵军用巨弩射出尖锤 当场钉破林车木板 紧跟着一网碎石砸枪 赵国士族拼尽全力的推倒了林车 过攻势没至已错 听完此战死亡数千人 王河只能郁闷特兵 攻破邯郸城 还得是白旗和王景这种水平 此时城内大商人 吕不韦已经做好准备 带领公子秦义人逃回咸阳 然而这样行动之时 赵国王公卫队突然来袭 当场将他抓捕 抓捕他的是平原军赵胜 张口就是一波嘲讽 非礼师徒的剑声 他已经能猜出了吕不韦可能通敌 然而一炷香的时间 便将吕不韦放了 剧中没有演出来是怎样放走的 事实上实际记载过 吕不韦是说服了平原军 现在秦昭湘王年纪老了 而王楚安国君子次众多 与其让一个讨厌的赵国的秦国王族继位 不如让在赵国生活秦义人继位为王 义人感激赵国恩情 未来给赵国的利益也会多一些 平原军本来都同意了 然而事后突然反悔 因为他想起了现任秦昭湘王 就是昔日赵武灵王福利的 结果秦昭湘王现在还在暴打邯郸城呢 盟约就像一纸笑话 两人逃跑得太着急 连郑宝宝和美艳赵姬都没带 吕不韦通过贿赂东门守卫 成功逃出城外 然而赵国王牌骑兵也瞬息及时而来 义人本来对抛弃老婆儿子的行为十分羞愧 甚至一度想过返回送人头 经过吕不韦的一番开导 你活着你的老婆孩子才能活 你现在回去 那我们全都得死 义人这才放弃了女人 选择了权力 这是战国最先进的两支部队 赵边骑和秦瑞士 先秦伟大的思想寻子曾经说过 骑之骑机不可以欲卫之五族 卫之五族不可以欲赵之边骑 赵之边骑不可以欲秦之瑞士 作为一件秦国瑞士之勇盟 然而并不是美国秦国士兵都是瑞士 商鞅破卫五族的雕音之战 十万秦族出三千瑞士 现在是邯郸保卫战 真正的一万秦国瑞士都在攻城 现在和赵边骑作战的 只是普通的秦国部族 当时吕不韦带着奇艺人出奔咸阳 被赵边骑飞速追杀 幸好遇到秦国步兵营救 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大淤林阵 第一排是盾阵 第二排是长毛手 第三排是弓弩手 接下来看看赵国骑兵是怎样破阵的 他们分成左右两队 迂回向秦军淤林阵射箭 寻找阵法的薄弱处 秦军则使用弩剑还击 因为后方没有攻守 李夫被迫下令秦军结成小淤林阵 而李坚也是摸清了淤林阵的虚实 直接命令骑兵分割阵型联系 开始使用长歌正式发起攻击 眼看一个小虾米只取秦一人 多亏百将李夫 眼疾瘦快 当场将其结果 然而一番冲击 秦军当场阵亡三分之二 坚强的秦军仍是结成小淤林阵 自信的李坚正打算把他们团命 多亏秦军上将军王河 带领大部队前来支援 李坚知道行动已经不能成功 只能愤愤离去 秦一人对上将军王河深深的感激 王河长期担任白起副手 曾经在长平之战 连破连破两道防线 自从白起去世以后 他就是三军统帅 他虽然作战也有败计 但是他听大王的话 因此得以善终 直到秦始皇 三年才病重去世 王河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 神奇男子送行 我叫老爱 能当遇者也是本事 一路有狼了 然而他们归琴的路上 突然遇到了一对刺客埋伏 先是乱剑 接着是半马锁 最后直接一块飞舞 把他们干倒在地 老爱不愧是一位超神车手 他凭着飘移甩开三个刺客 接着直接拔剑 上去砍了一个人 则料后面一个刺客不讲武德 一剑捅在了他的腰上 老爱当场腾出了表情包 他喊秦义人等人赶紧逃跑 司空马及时过来 堵刀从此刺客 此时一堆人马骑马而来 这些人都是 吕不韦以前养的一些门客 其中以凡乌鸡为首 而暗杀组织也并不纠缠 当场离居 老李险些中了一剑 还好只是射在他的前臂上 从这一句话 可见吕不韦绝不是简单的商人 他还是一个洞察天下大势的政治家 至于刺杀吕不韦的 正是义人的六哥秦夕 义人回来和他抢王位 他当然不能轻易的放过 在老师势丧的劝说下 这才选择暗杀义人 好 只待楚国出兵 三大公子联手 定可剥了秦的虎皮 秦昭相往五十年 秦国三十万大军猛攻横南 此时魏国公子魏无忌 甩八万兵马持援 就在去年 他切服旧赵一战扬名天下 因此赵孝成王看到魏无忌十分开心 然而汉南保卫战已经打了三年 仅仅赵魏联军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如果谋遂能说动楚王出兵 方才与秦国瑞士有一战之力 因此赵孝成王与两位公子 皆是十分期待 很快魏无忌持援 汉郡的战报传到了咸阳 老秦王此时爱戴赌气状态 试图赶在楚军持援之前 击破汉郡 然而楚国援军已经率先赶到 并且向王和发来了挑战书 他明知此战赢的概率极小 然而老秦王的性格不怕你打输 就怕你不打 此战的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 秦泽楚和老爸安国军秦柱 在讨论邯郸保卫战 自首认为秦国从长平之战 到现在已恶战十余年 虽然开疆阔图 但自宣的国力也色豪太大 现在首要之势是修兵养民 安国军秦柱也深意为然 然而战国大魔王一意孤行太久了 他打算借这次失败 劝见老爸修宾 在半个时辰前 在吕不韦的教导下 秦一人穿了一身处服 认华阳夫人为老妈 成功骗来对方眼泪 华阳夫人一高兴 直接给他改名为子楚 而且还要当场赏他一个老婆 韩国公主韩妮 子楚明白 华阳夫人此举表面上是送老婆 实际上是要监视控制她 她赶紧抱上自己的赵国 已经有了妻儿 拒不心取 华阳夫人当场翻脸 拒不认这个儿子 吕不韦一番好劝歹 这是一桩交易而已 于是子楚一脸不情愿的 娶了一个老婆 韩妮倒是一脸开心 毕竟韩国现在都马上被秦国灭了 而子楚嫌弃 韩妮没有她大老婆 照妻漂亮 一脸的不舒服 子楚参加加冠礼的时候 一帮兄弟酸的不行 其中最酸的是她六哥秦夕 本来她最有希望成为嫡子 吕不韦 你这件事 秦夕本打算赐死吕不韦 却不了子楚奋不顾身 替老吕打了这一件 这下乐子可大了 从刺杀克卿变成了刺杀世子 秦夕被当场拿下 安国军怒斥秦夕 游勇无毛没脑子 秦夕还满嘴不服 他就是看不惯 义人护着剑伤吕不韦 义人不配做嫡子 你更不愧 安国军大怒 刺杀兄弟按秦律是赐死之罪 此时秦夕的老师世桑 急匆匆赶来 推说自己才是幕后主持 安国军明知世桑 不可能如此愚蠢操作 但为了保全儿子 最终还是选择赐世仓一词 将秦夕流放 得知这个消息 世仓忠于释然 这种为了弟子 牺牲自己的行为 疏失让人敬佩 那么战国大魔王 还会搞什么操作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来分享